低底盤启动引擎车尾闪着椅子灯 两名男子上车后缓缓离开 特殊造型很难不让人多注意两眼 因为这辆超猛布加迪跑车 市价高达两亿元 超有特色 有呼应传统的弧形进气口 这辆布加迪三月初抵达台湾 最高时速科达485公里 2.5秒就可以加速到时速100公里 被誉为车中之声 全球限量500台台湾只有两台 但究竟谁买得下这辆车 IG在台北市政府前打卡 就是这辆白色神兽 神秘IG主从未露脸 却经常po出高档名表跑车 近期多次po出这辆布加迪的踪影 传出疑似就是神兽车主 今年33岁 在车界是个低调神秘人物 以Xihon Sport它的整个设定来说 因为它悬吊比较硬 所以真正适合它发挥它性能 当然是在赛车场 路上看到这辆车 应该可以去买乐透了 在台湾这辆车大多数以收藏为主 能在马路上亲眼看见它的踪影 机会实在是很难得 也难怪照片一上网引起许多人注意 记者林俊峰 郑小璇台北报导